睡多的黃金 祖宿是運動不耐 運動不耐 然後後腳沒有力 所以我們直覺可能是什麼 心臟 心臟 可能不好 運動不耐 然後通常這邊你要區別的疾病是這一些 半默性的疾病 大狗可能 它有三個家 你要先優先列入考慮 狗的貓的這樣 DCM 先天性的心臟病 心胞的疾病 神經的問題 都有可能 然後再來還有什麼疾病要列入考慮 大型狗 大型狗跟貓很常見 Edison Edison 通常在三歲之前 你要把它列為 可能跟先天有關係 三歲之前 所以Edison一定要列入考慮 所以你Colison一定要驗 這個很常見 我們最早那時候 在高雄開業的時候 有一隻拳師 叫Bossa 哇 他以前跟主人去爬山的你知道嗎 給我看的時候呢 大概跑 大概應該用走的 慢慢走這樣子 走沒有多久就已經 主人拉不動了 他不想走 就是運動不耐的意思 那隻也是Edison 那隻也是Edison 所以這隻Edison 你一定要列入考慮 先不用管那麼多 然後呢 他心跳大概我做超音波的時候 只有41 我說你睡覺的時候可能只剩30 心跳太慢了對不對 你要去區別心跳太慢的疾病 所以就要求他心跳圖一定要做 這樣 好 Bradicardia 然後每一個QS波都有個P波嗎 有 有這邊 然後PR interval延長嗎 沒有 PR interval正常抓3到6.5小格 你們記得起來嗎 反正後面有正常指示 你到這看一下 沒有 然後是規律的節律嗎 鬥性的 鬥性的意思就是PQRST都有 叫鬥性 但是心跳是偏慢的 PR interval沒有刻意延長的 你走到這邊 只有1234這樣 這樣會嗎 Bradicardia到目前 運動狗嗎 如果是運動狗不用刻意去處理 還是他在白天或是運動或休息的時候 都有可能產生 hypossemia 體溫是過低的嗎 沒有 然後有高血壓嗎 這隻血壓 感覺印象中是153 沒有高到很高才對 沒有高到很高 然後再來就是迷走神 又是神經的刺激 包括胃腸、呼吸、神經 還有短頭症後群 有沒有可能是這樣子 神經有可能對不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看神經 所以我常常會覺得就是說 你卡在一個episode week 偶發性的軟腳無力之類的 你如果不會做腦操 你連這個錶都走不完 我的意思是這樣 對不對 隨便一個syncope 你也走不完 隨便一個抽筋 你如果不會做腦操 你也走不完 不管吸音性或非 就是中樞性或是非中樞性 所以我覺得腦操很重要 在臨床 所以我們要排除 胃腸道 呼吸道 神經的問題 三個目前 你們先看到這邊 對不對 然後這是正常值 我們現在你有好朋友心電圖 對不對 他的心軸會自己計算 好朋友心電圖知道嗎 心軸會自己計算 QT Interval PR Interval 這些都會自己計算 這些不是太大的問題 然後再來我們這邊提到就是 運動不耐受 然後他們做統計 他們做統計 包括啦啦黃金這一類對不對 Border也很常見 12%12% Boxer 剛講的全師嘛 53% 睡醒了 有59隻 然後運動不耐的 啦啦26 黃金10 這在前幾名 Boxer 啦啦 對不對 直接昏倒的 12%12% 8%8% 其他品種還有24% 所以大型狗居多 Boxer要列入考慮 Boxer也很常見喔 反正大型狗裡面 你要把 一定要把Edison列入考慮 Edison collapse的 syncope的 運動不耐的 其他的 所以直接collapse的 有24隻 24隻 26隻 所以你看這隻狗 Collison 0.1 他為什麼給我兩個 是這兩隻狗嗎 我看一下喔 真的是兩隻狗 他是下面這一隻 不好意思 下面這一隻才是 這樣 所以那collison真的是B啦 只有0.1 對不對 但是你看一下喔 他物體在哪裡 這裡 這裡是subluxation 體重40 41還是44 還是42 所以不小 也不小 我就擔心喔 我如果開始讓他吃類固醇 可能胖到61也不止 所以他每天都是 有時間就去游泳做復健 然後他卡在Edison 你認為怎麼辦 類固醇就讓他吃 是嗎 就讓他胖 是嗎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你診斷是對的 但是你用藥上會有困難 會有困難啊 那你認為要怎麼辦 他肥減不太下來啊 髖關節也沒辦法解決啊 目前 然後又碰到Edison 拼命給他吃類固醇也不對啊 那怎麼辦 等一下你們再慢慢想 好不好 我剛說過 類固醇 就是collison 你一定要列入考慮 他真的是Edison喔 然後這邊是Edison喔 有可能碰到的狀況 這邊是運動不耐嘛 我們剛談的就是這裡 很疲倦 運動不耐 體重喪失 食慾不好 這隻超級會吃的 血渴 胃渴 會 嘔吐 偶兒 然後拼命喝水 這邊有提到 尿尿 皮膚顏色改變 collapse 還沒有那麼嚴重 低心跳速率 他心跳只有30幾 對呀 這蠻多都符合 蠻多都符合 蠻多都符合 好 開始看 然後 所以你第一個要先看 有脫水嗎 因為他B1除以Credin 有可能是高的 我們說過B1除以Credin 差不多34.68 是Edison 初血 脫水 心臟病 四個 要把它記起來 然後這邊分類沒有太大的問題 MCHC 你說他高一點 這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因為他沒有卡在平衣學的問題 PCV 還有44.7 對不對 OK B1 B1除以Credin 目前才49 因為Credin 1.9 我說脫水在什麼 嗯 初血 Edison 四個 他SDMA5 但是Credin 已經1.6 對不對 我們Credin 最好要1.4 以下 1.6 已經不行了 已經開始早期 第一期到第二期的肾衰竭 還不到尿堵 對不對 所以最好要維持在1.4 以下 所以目前只能建議他水要多喝 然後想辦法把他心跳拉起來對不對 對不對 他做超音波很緊張的時候只有41的心跳 對不對 好 那我就試著讓他吃1.4顆的Aminofiline 沒有沒有 先吃半顆的Aminofiline 這隻44公斤 對不對 我一次讓他吃半顆的Aminofiline 嗨到晚上不用睡覺這樣 只有吃半顆 一次吃半顆 等於一天只有吃一顆 他可以嗨到跟主人玩到三四點 因為心跳一下拉起來 跟小孩子有沒有 感冒啊 然後吃那個子殼的啊 就不用睡 一樣的意思 因為心跳一次拉太快 我說那算算算算 阿minofiline也不行 你心跳要拉上來 因為他心輸出很低 他心輸出才0.36 我們正常是2.6到4.2 有沒有影響 他才0.36 我們做好幾年才會碰到一隻0.36的 你知道 這隻四十幾公斤的頭 我說心跳拉高一點 至少心輸出可以增加一點 對不對 腎臟血流可以多一點 至少我們腎臟指數可以下降一點 這都是我們在想的 結果呢 他心跳也不能用Aminofiline來拉高 他的確是拉高了 但是沒辦法睡 三四點都不用睡 主人啊 我說好那算算算 我們就退個休息 那這隻血栓也很嚴重 等一下你們看影片也知道 我們就改佩妮胺 佩妮胺可以拉心跳 但是佩妮胺也是觸進食於 我們也不可能要吃太多 先早晚一顆開始 主人就沒有complain 說三四點才睡覺 然後你說要讓他開始真正的吃肋骨醇嗎 我不敢 我怕他關節先垮掉 體重一定會一直飆 我們中藥有什麼可以取代肋骨醇呢 中藥有什麼可以取代肋骨醇 他的白蛋白多少 這邊寫白蛋白高 對啊你看 登登登 白蛋白大於球蛋白 有沒有 等於就不行 我們現在標準是等於就不行 就是說我們的腦部 他很好玩 他會影響 他在影響代謝方面會影響兩個 第一個是 Cretinine下降 影響三個才對 乳酸上升第二個 第三個是白蛋白上升 這三個 因為他白蛋白 因為他當初只給我一張S光 然後血檢給我而已 就要先去判斷他可能是什麼問題 你知道嗎 我看到白蛋白超過血脈 這個腦袋應該跑不掉 然後Pretinine高 是不是心腎症候群 可能跑不掉 因為心臟應該是有問題 跑不掉 因為後腳軟腳 運動不耐這樣子 那你就要去找 為什麼他白蛋白比較高 有個區別診斷表 然後有絕對跟相對性的 相對跟脫水有關 然後絕對性的話 這邊是肝製造增加 這個很少見 然後一部分是類固醇的影響 然後這邊卡在CUSHING 或是ISOGENIC 是異元性的關係 那就是牽扯到 之前有沒有使用過一些類固醇 有沒有使用過一些類固醇的問題 然後你再回來這個表 他ACTH確定是高的 有沒有看到 這牽扯到我剛跟你講的一個問題 ACTH高 我們的COLISON是不是比較高 對吧 然後這個是出現一個 偽陽性 就是你ACTH高 但是你的COLISON不高 COLISON在0.1 這個叫做ACTH抗性症候群 叫ACTH Resistant Syndrome 這幾乎都是在幼年才會發生 三歲之前都發生 我們剛講的狀況是 COLISON很高 feedback抑制我們的ACTH 所以ACTH不高 對不對 那支人心鋁醫師的COLISON在3.96 3.69 那這個COLISON剛好顛倒 ACTH很高 超過5以上 因為現在用CIF3A的方式 照到你的COLISON不會只有 不會只有0.1才對 它只有0.1 所以剛好編導 所以這是叫做ACTH抗性症候群 我刻意不講這個東西 所以你看它的T4 1.67 在大型狗還好而已 所以你來看它的腦部 我們腦部的問題 大概7% 人家統計過75% 大概都在大腦 所以你大腦一定很好切 很標籤的意思 不會到很深層 這邊是腦室 等於嗎 腦室OK嗎 用87做的 這邊還有1.22公分 不能超過0.39 在大大型狗 小狗不能超過0.25 因為它的白蛋白大於球蛋白 所以我們做腦操 對不對 我們做過腦部的 代謝的影響有三個 COLISON偏低 乳酸偏高 白蛋白偏高 三個把它記起來 我們之前在台北 碰過一隻波斯帽 很好玩 它COLISON本來都是3.8 跟4 然後等它開始抽筋以後 COLISON變0.6 我說它如果 腦部改善以後 COLISON應該會再飆上去 到4.2 好了以後變4.2 對 學妹你看這個 事實上這個血管 我也看不到 我只是看它哪裡有跳 我就放哪裡這樣 這還看得到一點點 你懂我意思嗎 你看到這裡 感覺得到嗎 在這裡有沒有看到 這我還看得到一點 事實上也很模糊 我是Overgame Overgame才看得到這一條 其實旁邊是雜訊 我才看得到這樣 我如果旁邊沒有雜訊 這裡我也看不到 所以你就Overgame一點 你看得到的機率是高的 因為沒有這個Overgame 我看不到這一條 看得到訊話再這樣子 對不對 有時候光看到一點點就很偷笑 因為一直動 看PI 這是前腦動脈 我們正常不會中間突出來這一塊 你知道 這腦的波形也有問題 PI現在是1.39 所以腦壓大概13 乘以10 白蛋白3.7 球蛋白3.3 白蛋白大於球蛋白 我們就要求要做腦操 要做出來確定水腦 因為他心跳真的太慢 心跳只有 40一下 我做心操只有40一下 所以心電圖也叫他跑 然後 跟腦部比較有相關性 目前 我忘記他平均血壓多少 這個也有出來對不對 但是他訊號沒有那麼強 對不對 這表示我們的 超音波沒有在血管的直上方 正上 沒有在正上方 有點偏斜的意思 所以你的訊號就會沒有那麼強 但是這個也OK啦 也可以做測量的意思 但理論上可能要修正一下角度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修 因為我只知道沒有在他的直上方 不會那麼準 倒是真的啦 1.14 剛講13嘛對不對 這個11 這樣 沒有差很多啦 13 11 差2而已 還看得到一點點對不對 這裡 這要over gain才看得到 你如果沒有over gain 這個也看不到 這一條嘛對不對 這樣 也是錢老頭買 這隻44公斤 這隻44公斤 這個清楚一點 所以中規你等一下要看灌流壓 不是看腦壓 腦壓剛剛算一次是13 一次是11 踩最高值 踩13 這個也夠清楚 你最好一條血管要踩三次 遠端 中端 近端 這樣 我習慣就是我們肌底動脈這一條的收縮平均速度 是做參考而已 最好兩個要一樣 這邊腦壓高 那邊腦壓也是高 這邊腦壓正常 那邊腦壓也是正常 因為受益並沒有把SM3DM跟腦壓 的線性相關的方程式寫出來 並沒有 他只是說 超過1.78 SM3DM 超過1.78 就是腦壓高 這樣而已 高到多高 我們知道 現在是1.59 所以腦壓是15 一次11 一次13 一次15 所以我們腦壓抓15 目前 因為我們的白蛋白 超過球蛋白 所以我們來看腦操 再來就是腎臟對不對 腦脹 因為它 苦力聽力到1.6 然後我說你有沒有S光 我們的腦脹是比到地底腰椎還記得 他有意思嗎 第二腰椎 R2 有個合唱團叫R2 對不對 R2 Reno 比到第二腰椎 所以我們腸道是比到第四腰椎 腸道是比第四腰椎 腎臟是比第二腰椎 腎臟是比第二腰椎 結果他傳X光 只有這樣 他沒有照到腎臟 我沒有辦法比照腎臟跟第二腰椎的大小去比對的意思 所以你就比 有一篇報告是在比主動脈 比主動脈 這篇嗎 這是皮質厚度 我印象中有一篇是比主動脈 哦 沒有錯 這一篇是腎臟跟主動脈的比值 去建立狗狗的Reno size 大於9.1是增加 腎臟長度比主動脈長度嗎 應該不可能吧 他是怎麼比的 啊 你說什麼 管腔嘛 那腎臟呢 長度 這樣有道理 因為9嘛 筆子要到9倍多 是有可能 長度比Alta的Diameter OK OK 小於5.5跟大於9.1 是他的卡歐夫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這裡這裡 因為我們做超音波可以同時做到主動脈 對不對 從左腎做可以做到主動脈 右腎做後大腱脈 你可以切到主動脈的直徑可以 腎臟長長度也可以啊 你去比一次就知道 因為他Cretinine到1.6了 所以我要刻意去算一下這個東西 看等一下有沒有做 然後他還有做擋固存是233 T4是1.5 這當初他給我的啦 他腎臟做出來是6.6.28 因為他有譬如說5公斤10公斤16公斤15公斤20公斤25公斤 他有個表你知道嗎 但是他只有寫到30幾公斤而已 問題是這隻狗40幾公斤啊 我就我就對不到那個表 所以我才刻意去找我們剛剛講的Kini的長度跟主動脈的Diameter 是5.5到9.1那篇報告 所以這Case心跳慢 神經確定是有水腦 然後腦壓我們剛剛抓15公斤 然後確定有Edison 但是我暫時又不敢給他吃類固存 剛剛是他的左腎上線的齁 他腎臟長度大概6.28 正面到6.79 反正你K出於AO 抓5.5到9.1把它記起來就好 所以我們Grade1大概叫小於1.6對不對 所以我們認定他最起碼有第一級的腎臟功能 Reno insufficiency 應該講腎衰節他可能會嚇死 你講尿毒他也會嚇死 只能講Reno insufficiency 就腎功能不良這樣 可能比較不會那麼恐怖 因為Credin已經到1.6了 所以建議他一定要多喝一點水啦 這6s做的 這6s做的 你看1波很高對不對 感覺上好像很高 還不到1公分 1波允許到1.36公分以下 都是ok的 所以1公分不算高 但他的1波跟A波的筆值就差很大 有沒有 他1A筆值現在已經到多少 2.8 正常到1.6到2.1嘛 筆值 1A筆值1.6到2.1 這筆值差的越大呢 就有可能走到RCM 叫限制性的心肌病 這隻狗 從頭到尾都不可能是DCM 都不可能喔 DCM的表征 不可能1A波的筆值差那麼大 我們剛剛有叫你要區別DCM 他B很厚 他B不會很薄 所以變厚 然後EA波比值超過2.1以上 現在2.8了嘛 所以他走到RCM的機率是高的 心肩的血栓 感覺的出來嗎 這裡 有一點難感覺 我這裡比較清楚一點 因為我這顆是XDR的一幕 現在很多筆電都做XDR的一幕 華碩也有做 Apple最早做的 他心肩的血栓 所以我們的英文的報告裡面 Finding裡面 你按Finding那個按鈕對不對 你就會去key in 喔 血栓 Sumbus或Mars Apex 在左心房的哪裡 還是在心肆的哪裡 Apex 心肩 Septum 還是Lateral 你要去標示跟打勾 這樣就可以了 這Case是 只能說是Weakness Bola 運動不耐瘦 也大型狗居多 Bossa 剛講的Colly也有 對不對 黃金 Lala 這四種狗比較多 因為這卡在飛鞋桶 你看他運動的方式是不對的 飛鞋桶 所以他FS也很低 你看他的EF只剩多少 你知道嗎 EF50以下不幾個 要把他記起來 他只有19 誇張吧 正常肥大應該是在過度收縮才對 他已經卡在限制性的心肌病 所以他FS很低 EF才19 真的是誇張的低 學弟你看 你如果照正常的心肩兩槍視圖 肌部就看不到 但是你顛倒做你就看得到 我的意思是這樣 對 尤其是大型狗 我們剛講的 鬥牛胖一點的 你都做不出來 但是你顛倒做就可以做出來 否則兩槍視的Basel Middle 這裡Middle都快看不到 對啊 所以把5540 看手藝 這邊 YouTube裡面的5540 腦操要看5559 把它記起來 這兩段都是我有解說的 就是5540 有分三段 傳統學 移動力學 左心組織 右心組織 所以你要看三個影片 然後5559 是腦操 有解說的 也要看手一點 那Case是小腦的囊種 小腦囊種 所以你只要碰到兩槍視 Basel Anterior Basel 看不清楚的 所以把它顛倒做就可以了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跟你們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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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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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